朝鲜的核爆地点 距离中潮边境线只有100多公里 中国东北部吉林省的延吉 辉春 长白山县等地都有明显的震动感 延吉一处地面开裂 部分学校和企业紧急疏散 对比2006年 2009年 2013年 2016年 朝鲜四次核实验后 北京的四份声明 措辞几乎完全相同 只有一点微妙的变化 这一次北京没有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应对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谈到中韩朝关系时透露 中国总理李克强曾表示 朝鲜核实验后 中方发现中朝边境鸭绿江的水质恶化 对居民有害 朴槿惠说 习近平与李克强对朝核问题都态度坚决 1990年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首次外访就选择朝鲜 更对金日成表态 永不辜负朝鲜 在江泽民掌权期间 中共对朝援助约15亿到37.5亿美元 2006年 朝鲜进行了第一次核实验 联合国决定制裁朝鲜 但中朝贸易不减反增 2006年 中朝双边贸易额17亿美元 到2011年 激增到56亿美元 令国际制裁沦为一纸空文 包括各种物质援助 还有这些技术 以及核原料 所以说今天的朝鲜的核核杖 都是跟当初的江泰有经历的关系的 不过2012年北京换届后 中朝关系明显转向 习近平至今没有出访朝鲜 三年来也从未和金正恩会面 但是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 已经进行了六次正式的双边会谈 2013年2月 朝鲜进行第三次核实验后 路透社称 北京当月一度中断了 对朝鲜出口原油 2014年1月开始 中国再次中断对朝鲜出口原油 连续七个月记录为零 现在习近平外交政策很明显 它是和与木林的外交关系 跟朝鲜是渐行渐远的 现任北京当局 外交政策趋于实际 而东北外部的环境是否安宁 也对严重衰退的东北经济的走向 有巨大的实际影响 而朝鲜在东北亚不断地制造事端 令北京必须抉择 这个越来越沉重的意识形态负资产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背负 新唐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 有巨大的意识形态负资产 有巨大的意识形态负资产